马哥这是说什么呢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天坛马哥给自己设立了目标 并且说呢 第一步已经实现了 这目标您是否也有呢 人忙忙嘴上都说 不怕死 但是天坛马哥这次真是被吓着了 坦言怕死的原因 朴实而又令人深思 来一千二三连听听 这是否也是咱普通百姓的真心话呢 你等于跟自己过不去 你也就是早此几年 老生气 咱说了半天就这意思 外面有那自杀的 那自杀就是抢不开了 他就怎么觉得过不去了 他在寻短见 为什么咱们现在还是苦悟蒸蒸的 说了半天那儿不好 那儿不如意 还得活着 这可能咱们尽量想得开 对 是不是 人就这几十年 有你较劲的功夫 六十多了 对 你不那时候说了吗 我的任务完成了 第一步完成了 保六争七 跨越八 嘿 你知道吗 保六十 争七十 跨越八十 没问题 后来有人说了 你这个目标太短浅了 七十还算中壮年 对 跟你自己比 跟你这家族 家族有长寿史 有健康史 咱们跟自己说 我们家 他们让长寿啊 也不说 就短 一般般 咱们就是这意思 我的目标就是定的 保六争七 跨越八 目前看不出什么来 可是这回的疫情 吓我吓一跳 是这回疫情啊 带走的 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多 但是也有年轻人的 有 是不是啊 有分手在医院里 小年轻的 四十多岁的 三十多岁的 没错 是不是啊 还有那年轻的 二十多岁的也有 小孩不也有吗 所以说这个病毒 弄了半天 带走带走 晚期也没用 咱也拿不准 但是咱们认为就是这次 我认为悬一悬 哈哈哈哈 因为怎么着 我这辈子 活到六十多岁 还没有 有个小辈小什么的 常有 我觉得就这次这病 给吓着了 吓着了以后 这些日子 这两天 就是头春节 要吃点了 也也也爱说了 别怎么着 吓着我一下 因为他这 咱也老看手机嘛 对 老看手机 看那 那是死 那是死的 你能不什么吗 还有的 说 头天好好的 第二天 突然不打 金鸡炎 说还都杨康了 杨康完以后 可能他是 没注意哪 有的说什么 吃凉的了 有喝酒了 有人说洗澡了 说什么都有 是 法尔兵怎么着 他死了 死了 哼了是真的吧 对 这岁数是真的 还要说 死个八九十的 七八十的 咱也不是很上心 虽然是这病造成的 但是咱们心情还 还好点 已经岁数大了 是不是 经不住折腾 怎么一说这年轻的死了 我咱们吓一跳 吓一跳 人说 他妈不怕死 没他妈不怕死 你知道吗 为什么咱们怕死 这辈子 敬他们过苦日子 没过过什么省心的日子 是 是不是 那小时候不用说了 那是穷欢乐 对 这好容易 回家立业 生日养女 对 是不是 又见着孙伙去了 好像苦着八业的 熬着退休了 对 刚他们没拿几年前 是不是 说上过了 老子没了 下午小 愿意看看这孙伙计 多活几天 但是说你要正常 得病死 那没咒 生老病死 对 关键是让这疫情给弄走了 心里他妈不甘 我就说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而且呢 这回这个病毒 咱也看清楚它了 也不用害怕它了 对 是吧 不现在不 全民也就是免疫了吗 对 但是说 应该怎么着 这是政府出的主意 是不是 这一放开以后 也没什么 好来 害怕归害怕 但是一到现在 一活过来 也挺好 那是他们老管的 也不行 他早晚是个雷 他早晚得炸 是不是 早炸晚不炸 炸人有设计者 怎么让他炸 怎么让他炸的平稳 对 是不是 怎么能接受 但是觉得这里的 还是有点瑕疵 有点瑕疵 冰冰冰 怎么让他熬过来了 看了这期视频 您有什么感触呢 您有目标吗 放开后 您有什么想法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